三家地區 尤其樂山裡 有一些梅礦場讓它荒廢掉 非常可惜 因為在桃園那邊他們也在挖 如果當這一面薄薄的牆沒有互挖到的話 他不會知道是我挖到你家 可是就是因為挖到了 所以你怎麼挖到我家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金華 歡迎跟我們一起來聽故事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聽一段 跟樹林地區礦坑有關的一個故事 其實樹林早期因為有台灣省煙酒公賣局 生產的紅綠酒而聞名 所以樹林其實也有著紅綠酒故鄉的一個美名 那現在紅綠酒已經不再生產了 不過可能很少人知道 其實樹林這個礦坑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 因為早期在桑阿卡這個地方 其實還蠻多個礦坑的 只不過因為很早就開始停產 所以很少人知道這一段故事 但是現在地方上慢慢的 希望在這個樹林的蓋蛋坑 能夠重新找回它的一個故事 也把這個礦坑區重新整理過了 希望留下美好的記憶給大家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一段 跟樹林蓋蛋坑有關的一個故事 那麼首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為我們說故事的人 第一位就是我們樹林樂山里的里長 廖文斌里長 里長好 大家好 我是樹林區樂山里里長 在介紹這一位 哇 他曾經在這個樹林蓋蛋坑 這邊工作過的我們邱章敏阿姨 阿姨好 大家好 我是邱章敏 在介紹的是我們樹林社區大學主任秘書洪凱元 凱元好 大家好 我是樹林社大洪凱元 是 非常歡迎三位來到節目當中 通過我們講故事 不過在三位開始講故事之前 我們先透過一段VCR 來了解一下蓋蛋坑的背景 位於新北市樹林區 信河街49巷的大峰二號坑遺址 就是蓋蛋坑的所在 這座礦坑自清朝同治末年開始開採 因為所產煤礦品質精良 年產量可達3萬公噸 是當年桑阿喀所有礦坑之冠 也因為這座礦坑豐沛的產量 讓後來的日本政府在此處設立的車站 方便運輸 進而帶動早期山家地區的發展 據了解 蓋蛋坑最深處可達1000多公尺 從入口搭乘礦車到礦坑處 需耗時兩個小時 新智時期曾經高達千名礦工 在山家地區工作熱鬧非凡 對比現在年輕人外流的山家 是讓人很難想像的 為了讓大家更加認識 山家地區的礦坑歷史 地方人士爭取將蓋蛋坑礦坑遺址 進行亮點改善工程 在礦坑口新設採礦沒有燈 即礦車等裝置藝術 重現當年礦業年代風華 並設置礦坑背景3D鋼科雕飾 增添遊客打卡流影互動樂趣 另外還有深受小朋友喜愛的 Q版礦工公仔 希望打造觀光旅遊新亮點 如今蓋蛋坑重建天日 也讓人們得以發現 山家地區的不凡面貌 認識礦業曾經帶來的光榮與灰暗 所以像里長 你是本來就是我們樂山里的 土生土長的 所以你應該也曾從你家中的長輩 或者是甚至你自己曾經也看過 當時的一個盛礦嗎 其實來講我讀小學的時候 幾乎看到了在工作的長輩 大概都是從事煤礦 我們家本身就是專門在 煤礦裡面有一種叫電池的 專門在充電池給礦工入坑用的 是我們家的從事行業 所以說對於煤礦幾乎是耳熟目染 市長看到了 對 但是家裡沒有人是從事礦工 這個行業 沒有路礦的工作 對 但是有服務他們 對 是 所以也就是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成長的過程當中 都有看到礦工在那邊的一個生活 跟工作的一個情況 對 是不是有感覺到他們非常的辛苦 就是感覺做礦坑非常的危險 跟辛苦 所以我擔任里長以後 發現說三家地區 尤其熱山裡有一些煤礦場 讓它荒廢掉 非常可惜 因為後代的小孩已經對礦場 很非常陌生 所以說我才發動做一些 裡面的施工 把我們蓋蛋坑稍微做整理以後 然後跟工手 要求工手來配合 我們把它整理的 讓我們地方跟外面的了解 真正可以去了解煤礦 對啊 是 那像樹林來講 它曾經也是盛產很多礦的 這些地方是不是 樹林區它其實不是只有在三家這個地方 有煤礦 包含玻內坑 一直到潭底這個區塊 甚至在三浦里 在接近桃園那個地帶 都有產煤的紀錄過 是 所以在從那個發現煤礦的時候 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 就是一般的人民就已經在做採煤了 只是說他們採的煤 都是比較露天的 就是隨手可以取的這樣的方式取下 雖然那個煤的品質沒有很好 可是可以用來家用 對 因為畢竟比燒木頭好 是 對 所以那個在早期的紀錄中 在同志年末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這樣子的紀錄了 對 日志取取的時候進來 發現就是說 這裡有產煤的紀錄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地址的正式的研究 才發現這裡面有豐富的大量的煤層在這個裡面 對 所以才後來的日志取取 這個地方我們做了那個大鋒煤礦啊 的一些開始的工作 然後大量的工作人員進入 礦工進來的這些很多的工作機會 就在這個地方成形 對 所以才會那個 山腳才會三角的三層 才會這樣慢慢的衍生出來 那是不是我們聽說好像三家火車站 當時之所以能夠蓋火車也是因為我們煤礦的這個原因 當初是因為為了要運煤 運東西 所以才把那個火車站 做一個有的火車站鐵軌 當初一開始也沒有載客啦 就運東西而已 都是為了運那個煤礦出去 所以當初算是我們那邊的產量是比較大啦 對 所以當時的日本人才可能說 欸不然我們來蓋個車站來運煤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以前樹林 一般一個鄉鎮能夠有一個車站就很不錯了 沒想到我們樹林陸陸續續總共蓋了三個車站喔 其實也是盛況啦 接下來我請邱阿姨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做過礦工 那你那時候做什麼事情 做哪一個工作呢 有人當這個的時候 雞人適合那邊也很多人都來這裡做 那時候人真的很多欸 算說 那個 現在如果拖我們就像 我如果他們都敢到煤礦車 挪彈頭再放擋車出來 當天出來的時候就要分 偷到脫一片 偷一片 就要攤一片 攤到要去人工紗紗 就轉到台下 那台下才去分水洗 水洗那時候台下 還分粗到 那種 攤分粗到油 最油的就是幫水流流 你上面的 那我剛才有拿一張兄妹的房子 一張一張來 那如果一戶 上面再放那百戶 等到水渣 都要人工就是 那一路 客戶車 看到那裡人要再去給人 所以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這裡有空學 學習 所以百個地方的人都來我們山下 那時候算也很勞烈 他們這樣說很多人都來這裡 所以你知道 不過現在人越來越少 沒適合走人都離開了是這樣嗎 應該來講的話 現在的行業改變了啦 也是啦 對 早期從事礦坑以後沒有的話 工業時代來臨的時候 就一旦就往工廠 往樹林就開始外移了 感覺有點那個什麼 像那個遊牧民族也是逐水草而去 我哪裡有工作我就去嘛對不對 所以早期的三家很熱鬧囉 照這樣子看來 對 應該 煤礦盛產的時候是人很多啦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研究下來的話 算是三家地區外來的人口還蠻多的 然後有一些可能也是因為工作離開 但是有些人他就落地生根在我們這裡 應該來講 普遍來講應該都算外來以後的人 本地的話應該比較少 好喔 那這邊有一本書我們來了解一下 當年的這個 蓋蛋坑就是礦坑裡面 大概的一些照片 像像這張 這張阿姨是不是跟我們講一下 那都有寫名嘛 名牌嘛 好啊 現在你如果要入研空的時候 就要落名牌拿去換這個 去拔這個這個 對 有什麼要換這個 那你現在如果 那樓拔就要 那樓跟牌子不知道知道說你 是誰做的 對 對 所以這就是算錢的東西就對了啦 看你做多少拿多少出來 所以進去要你的牌子 你的名牌要先把它掛掉 就表示你來上班了 拿著牌子我們來領這個 這個叫做鐵牌 鐵牌 因為那個這是算薪水用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是 還有這個防塵口罩 裡面礦坑裡面 其實那個空氣很壞 你可以形容說 那樓下的時候它要怎麼搖 說都要辛苦都要換的喔 就算說就好像 好像這樣 開樓 這樣白的這樣滑 滑滑滑滑滑 再補啦 又爬著啦 爬著進去以後 就是那個空間很小啦 你就自己身體要去 要找空間去挖煤 去把煤挖挖 而且那個煤層不是很厚 就是我們有三家的煤層 最後60公分 最後60公分 40到60公分 所以你看你人的身形 40公分怎麼擠進去 怎麼只能側著橫著 然後還要拿個工具這樣子 對 對 就像我們鐵路 我們以前說60公分也算厚了喔 對 哇 所以阿姨騙你這樣說 好像你有漏氣一樣 你到底半漏氣過嗎 以前我們爸爸他們都做過了 對 我們達官我們爸爸他們以前都在那裡做 都是為了家庭 為了賺錢 很辛苦 對 以前看 以前沒有什麼工廳 那就是只剩空而已 嗯 那你是我們山腳在地人嗎 不是 不是 所以你也是 以前我也是 是我們社會的遷使 也要去 有 要去新店 喔 不然可以來 來這裡 要怎麼走安定路 喔 是 所以農也是都四街走 四街去 對 哪裡有 就去哪裡 對 所以要怎麼留在這裡 就對了 想要去到山腳 就住了 齁 所以對山腳的律師 你也這樣很了解就對了 所以你 你現在幾歲 土生土長 齁 你算土生土長 對啊 你現在幾歲 84 84 所以你說你15歲開始做 然後做到20歲 算做5年 齁 你也是為我們 呃 台灣的經濟奇蹟有貢獻過對不對 哈哈哈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里長你現在有講到說 你後來保留我們的鈣蛋科的一些遺址 然後也希望能夠爭取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留下一些 當地的一些文物跟歷史 所以這些都是 目前我們在三家 好三家這個鈣蛋科那邊 我們看得到的一些 呃留下來的 或者是我們重建的 一個文物館對不對 啊像這 這磚頭上面還有這個字 這個TR這個是什麼 有特別的函 這是日本時代的長 這由日本運過來的 是 是我們這裡的國務 喔 那一句就是算說 呃 第一輪的區長 五建興 喔 五建興區長 去申請那個古蹟鎮店 喔 這座的人都把他卡起來 骨牆 喔 所以我們是利用原本的 對 那些磚頭 然後日本時代的磚頭 然後重新把它拿回來 然後把它蓋起來的 所以我們有保留了那些的 呃 算是遺跡吧 古蹟 古蹟 喔 T 這才是古蹟呢 這製成日本運過 我們這邊沒有這種 對 我知道這如果有車的TR 就表示說是日本時代 對不對 所以是真的很有歷史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文物館裡面 紀念館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那個 算是當時的一些雞尸 那就是以前看說 他們雞尸流下去 我們去收集 喔 收集起來 有的人還有留下來 但是有的已經可能 都已經賣掉了 所以還蠻難得的 有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然後 一些比較好的 比較價格的 去用賣掉了 沒辦法再多 這也是你家拿出來的嗎 有你們家拿出來 有我們去把那個 以前做的 老礦工去 去拜託給他們 對 是 要也很感恩 要大家願意 來做這個事情對不對 牆壁上的這些人 應該都是當年 有貢獻的 或者是有一些歷史故事的 從事這個行業的 都是從事這些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鈣蛋坑 遺留下 保留下來這些 遺跡也好 古蹟也好 其實都能夠看到這個 礦坑的一些 點點滴滴的一個故事 阿姨現在是 算是買了 你開甘馬店 也是 把我們的 算是我們樹林的一個歷史 有去做見證就對了 那在樹林目前 我們還能看得到 哪一些跟那個礦坑有關的一些 遺跡遺跡 如果以三家的區塊 還可以看到 那個一號坑口 一號坑口 對一號坑口 那你是說 之前的輕便 到的一些車軌 其實都已經拆了 因為那個都可以 那都鐵嘛 都可以拆下來賣錢 所以它也在封坑之後啊 所以這些相關的設施 跟器具 原則上都賣掉了 對那 那所以現在目前的話 只有保留那種坑口 可以去做 懷念的動作 那只是說 在三下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是早期的一些 那個 以前的辦事處的那個 我好像叫高坑 那以前那邊也就是 那個礦工他們有些 什麼基台要維修啊 然後放置一些那個 日本人他們的一些 應該是說 那時候的辦事處的人 他們不會再 不會離坑口很近 然後他們會再三下 那只是說 現在已經變成民房 在使用了 對然後以及一些 當初的磚瓦屋的部分 比如說以前的聚熱部啊 或者是理髮廳啊 其實在現在都還看到 只是說現在全部都是變成 一般居民的民房使用 所以 以整體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的礦春的一個 文化上面 還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的脈絡在這個上面 對那可是如果像其他地下 比如說 風鈴煤礦 那個3號的坑口那一個 它就很單純擠一個坑口 跟一個辦事處 可以看得到早期的 像的東西在那裡而已 然後其他的其實 我們在104年去做調查的時候 其實發現其實真的殘壁 就是坍塌的樣子啊 或只剩下小小一個洞 對就是會慢慢就完全被掩蓋住 或者是蓋房子去了 對所以很多的路徑跟那個 早期的一些 所有的文物大概都已經看不到了 是 所以我們就是 把現在僅存的 我們還看得到 稍微完整性比較高的 我們就把它留下來 所以我們還特別去做了一個礦坑口 讓大家回味一下 有點在推礦車的那個感覺 然後旁邊呢也是一個 算是紀念館 把一些文物給保留下來 讓大家還可以抿懷 但是其實講真的就是 就是光是靠我們蓋蛋坑 這麼一個小小的 目前大概就這麼一個空間 它能夠產生的一些 可能文化研究啦 或者是說走毒社區的 這樣子的東西可能 稍微嫌少了一點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把這樣子整個三家地區好了 我們把它的故事 一個一個的串聯起來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了解 樹林社大好像是 有在做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在做調查的時候 是先以調查日記時期的坑口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有出了一本 這樣子的隱私黑金的書 對 那主要這個 這個的話 我們是調查整個樹林全區的礦口 對 那我們那時候 在看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是說 實際上能看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風鈴的一號坑 它已經在 那個還可以看到坑口 然後也是被囤了水泥 你用水泥整個封住 可是它已經是 它已經屬於私人產地 所以那個就看不到 我們現在能保留下來 並且作為觀光用 一定是所謂的政府的公有地 或者是有地主有心 把它留下來的像一號坑 像這樣子的話 才有可能去保留這一些的 內的東西下來 那像我們在史惟坑那個地方的三直角 它那個坑口就是三直角坑 那個地方它其實是完全的私人地 在我們那時候 在去的時候我們還會被狗追 所以它已經在田裡面了 對 然後它整個坑呢 就是只看到那個坑洞的牌樓 然後走進去它已經全部都填 已經不算是填平了 已經算是已經不見了 所以就是只剩下一個壺形 沒了 就是有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磚瓦 它是用磚瓦屋鋪起來的 像那個我們的鈣蛋坑跟一號坑 它是直接三洞往下打 對不對它有個三筆 可是像那個風鈴煤礦 跟那個三直角的那個坑口 對它是平地往下打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罩子把它罩著 對 所以有一個像牌樓的東西把它罩起來 然後因為我們樹林地質的關係 它是屬於比較是那個 要斜坑 因為以斜坑的方式往下打 對 所以說捲樓梯直接往下掉 掉的時候就掉 那蓋檔坑說什麼 聽說什麼 它進去都是平的 要出來的時候 說是平的也 有一點點斜度 不然它那個重車 為什麼會有辦法出來 所以它 進去用推的 要出來重車自己出來 自己出來 我自己出來 捲樑肌 因為我是成員主 我扣車進去 放擋車出來就是這樣 這邊就是有抓抓抓 所以一定要推進去 但是不會出來有重量 對 就斜坑 你把這個車 打在車廣 換那個車 它就隔開了 那就是一定有斜度 對 所以他們說什麼 上去跟下要四個小時 就是已經在 乾燈坑的產量 它那個平的也很 很遠 很遠 不凝固 你要塗在裡面 可能要一兩小時的時間 在裡面 我會很輕 好 不凝固 這樣有一次 撒不如故階到 放出了 就說擋車路 就咻 就很快 上去有點是上坡 但是出來還是下坡的感覺 是 我聽說 當初是黑空黑到古山去 它是因為挖穿了 挖穿到對方的地道 對 因為在桃園那邊 他們也在 也在挖 他們也在挖 如果當沒有 當這個這一面薄薄的牆 沒有挖 沒有互挖到的話 它不會知道說我挖到你家 是 可是就是因為挖到了 挖到了 所以你怎麼挖到我家 然後就 就賠償了 是 就賠償了 所以還曾經發生過這樣子 就是挖過的 挖太開心了 因為我們的煤城 一直往桃園那個方向 它那個品質越來越好 所以呢 就是包含了 我們要把整個 三家地區的一個故事 去做一個串連 那齁 那山腳地區的故事也是很多 我們如果從山腳車頭 開始說去挖 那也是不理那麼多 對 對 可以把整個 一個年代 整個串連起來 讓從年輕到老 這個階段 從事的行業 從事的歷經的過程 都可以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說 看到煤礦就知道 先人早期非常的辛苦工作 這種辛苦是 目前人可能是沒辦法去體會的 對 透過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巡禮 然後像社大也一直帶著很多的 對這個歷史故事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走讀 一起來了解我們三家地區的一個故事 那除了是認識我們樹林的故事之外 其實也能夠感受到 早期的人真的 生活是很辛苦 尤其是做礦工的工作對不對 那個阿姨就這樣子親身經歷過了 我覺得 你現在聽他講好像很輕鬆喔 可是呢 欸真的 其實都是眼淚 那種 那種小時候就開始做 對不對 很辛苦 不會 會不會喔 感覺很好玩 對喔 那時候感覺好玩 對 那時候就很會嘛 又快樂 感覺很好玩 還有錢在那裡賺 對啊 因為你不用下去跟人這樣 窩在裡面 你只是負責說 推車子進去 然後出來幫忙洗礦這樣子 然後有工作 欸所以以前人家講說 真的是 礦工是拼了命再去工作的這件事情 是真的嗎 要看 時代的演化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看就覺得 那時候工作很辛苦 我們會覺得說 種田的人很辛苦 因為在大太陽底下 然後會覺得說 進入礦工裡面很辛苦 因為我們聽到的都是什麼 海山 煤礦的礦災的事情 就覺得說 我們就會把這個 刻板印象就覺得說 做工的都是很辛苦 進去不見得就出的來的那個感覺 對對對 可是我們實際去問到那個礦工 就是從小做 撿礦到 進入到裡面的 然後一直到後來 變成廠長這樣礦工來講 他一輩子都在做礦工這件事 他不會覺得說這個是很危險的工作 因為在任何的工作都有直災這件事情 搭飛機都有失事的問題 那可是在整個 在那個早期那個大環境下 那麼多幾千萬 幾千不是幾千喔 一定是上萬的人口在做所謂的 採煤這件事情 很多 不論是進入到坑內 還在周邊的洗煤啊 或是選煤啊 類似這樣的工作來講 其實很多都是靠著這個煤業 而有收入的部分 可是他實際上他在運作這個部分的話 他為什麼要選這個工作 不去做其他工作 因為他比較有錢啊 對不對 無盡也可以 那他說 只要說 安全措施做好 對不對 我今天呼吸 剛剛講的自救器 政府 那個政府或者是那個 業主發的那個呼吸器 那個戴著 口罩戴著 雖然戴不住 他自己也說 因為真的很熱嘛 而且悶著也戴不住啦 可是 加減嘛對不對 可是起碼那個自救器一定要戴著 你把安全措施 不是只有那個礦工的責任而已 因為整個安全措施 是整個業主的責任 他今天只要把這個安全措施 包含地道裡面通風 通風的部分 然後包含那個設備 老舊是不是要汰換這個部分 能掌握得住的話 其實施工上面來講的話 他是相對性的安全 你只要有安全部分做好 對他就會比較那個 以前比較沒有這種觀念 對 因為發生事故之後 大家才會慢慢的 有這樣子的意識產生 所以他是說 只要有這個 這個就是 講到說 安全檢查這個 上面的主管 有沒有落實去執行 就像說我們蓋蛋坑 有發生過礦災嗎 有嗎 一次最多九個 九個嗎對不對 還是有發生過礦災 對 多少都有 多少都有 可是以人口的平均比例來說 他其實的 礦災來講 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多 我們現在都會不老死 對不對 也是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就是說 看整個產業最後的一個比例 對 所以他說他做得很開心啊 對 所以他覺得像剛剛也就是說 欸我做的這五年 我也會做得很開心啊 對 對 對 有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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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那個時代 可能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對 所以每次都是因為發生了事故 然後所以才會刻板印象 去檢討 在檢討啊 或是說覺得這個工作的危險性是什麼 再慢慢的去深思 熟慮的去做改進 對 這個是時代演化上的變化 對 所以 有些人就說 不要把我的行業看得太過於悲劇 哈哈哈哈 也是喔 他們自己身在當中 比較熱命 嗯 以前 以前覺得就是 能夠工作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啦 對啊 工作做就好了 比較熱命啦 嗯 那麼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聽到三位來賓 跟我們分享了 當年這個樹林蓋蛋坑的一些盛況 那同時呢 我們也知道說 現在樹林公所 以及我們樹林樂山裡 跟我們三家地區 其實都為了這個樹林蓋蛋坑的一個保存 以及未來發展喔 來去做一些思考 跟一些變化 也成立了這個紀念館 希望呢 大家重新的 來了解這一段的一個歷史 所以呢 今天再次謝謝我們三位來賓 跟我們的分享 在新美的故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